房子的頂樓到底能不能加蓋呢 那加蓋的部分能夠做些什麼樣的工程呢 今天我們針對頂樓加蓋的部分 來跟各位做一個 這個姿勢的解答跟分享 大家好我是宏傑設計的設計總監章一格 現在就是有 觀眾提問的問題 就是說 今天他如果是透天的舊透天或者是公寓的 舊公寓的頂樓是否可以去做加蓋的動作 不管是透天或者是舊公寓 其實在建築法規來說 因為這個都是在原始的使用執照 核發的時候是沒有存在這些東西的 所以基本上來說是不能夠做任何的加蓋動作 因為在法規上是完全不允許的 兩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 不符合這個消防法規 因為他有可能會影響到救災 消防防火的這個救災的問題 第二個是結構的問題 因為 老房子你如果在做任何的加蓋動作 可能會造成 這個房子的結構 負載過重 然後呢會導致房子的外牆 或者是他的結構去均裂 所以這個東西基本上在當初 訂這個法規的時候 是不能夠有任何加蓋動作 所以呢 其實各縣市對這個方面的執行程度是不一樣 我只能跟你說這是不合法的 有人說那難道就不能夠做任何的一個 房子的改裝或狀況嗎 有一些老公寓或者是透天因為 他頂樓會露水會滲漏 所以他必須要做這個遮雨的 不管是採光罩也好 或者是鐵皮屋搭鐵皮屋也好 基本上來說你說這個部分能不能做 你問到一個重點了 其實如果做鐵皮屋你只要不是密閉的 不會影響到消防救災 你只要在女兒牆高150以上的高度 這可以增 當地的 建管單位 去做 申請的動作 也就是建築物增鑑的動作 那按照法規的流程去跑這個流程 然後去做這個申請 那去跟 地方 執法機關 去跟他說我們要做這個申請的這個 增鑑 我強調是增鑑 增鑑 然後他會評估你送來的這個資料 以及你要做的內容 是否符合 消防法規安全的這個部分 如果可以 他 通過之後 你就可以去做針鑑的動作 那第3個呢就是 既有設施的修繕跟補牆 我們一般來講 你在 透天根公寓來講 如果一些舊的這個房子 你必須要針對他既有設施去 修繕補牆的情況下 因為一般 老房子在 我記得是84年之前 如果你以前 在這個 之前的房子你已經既有的設施 他已經存在 但是因為 年久失修比較危險了 需要跟這個地方單位說 你要重新申請這個 這個更換更換 頂樓的鐵皮 或什麼之類的 你要去做申請的動作 那如果你怕申請不過 那有什麼方法呢 那就是在既有的 頂樓鐵皮之下 我們在做這個 另外一層的包覆 那也就是說 從外觀看起來還是原來舊 但實際上內部 我們已經重新改裝過了 真的要 做這個透天或老公寓的 這個增鑑的部分 我們唯一能增鑑的就是 你提出公文 然後頂樓去做一個 防水加蓋的這個部分 這個是我們 比較常見的 部分申請增鑑 那就更不要講 有的人買雙北市的房子 尤其是台北市 舊公寓舊房子 然後要把它隔成好幾間的 這是絕對不可能的 因為 你只要做這種任何隔間的動作 都是不合法的 因為在 不管是 結構啦 或者是 消防安全來講 都是不太可能申請的過的 所以 如果你要 買一個 雙北市的房子 要把它隔成小套房 要出租 我可以跟各位說 這個部分就 不要去做這個 這個打算 因為 費用會超級高 而且 通常 等你做好之後 人家一檢舉 你就要 拆掉 而且現在是 只要是違建的部分 他們通常就是 急報急拆之外 還要再先 罰款 所以如果說您針對 在舊透天或者舊公寓要 做這個針見的動作 你們就是要去想一下 是否可以 去做這樣的一個動作 以及 先跟設計師討論一下 然後先去 諮詢當地的這個 主管機關 提供這樣的一個資料 先做諮詢 如果確定可以 那我們再按照流程 去跑流程 那今天呢 針對這個 透天跟頂樓 加蓋的部分呢 是否 可以做針見的部分 我們先 依照這個問題 給大家一個答覆 那如果 對於這個問題 還有什麼其他的疑問 想瞭解的 可以在我們的影片下方留言 我們都會盡快跟你回覆 謝謝大家 如果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按讚和分享喔 也不要忘記開啟小鈴鐺 追蹤第一手資訊 那我們下次見 拜拜 拜拜 by bwd6